哎呀,刚刚打个喷嚏,把我的食物都给打出来了 哎呀,我也捡不起来呀,妈妈这时候还没回来呢 哎呀,这样怎么办呀 小鸟小鸟,你怎么了呀 哎呀,我刚刚打了一个喷嚏 然后呀,把我的食物都给打出来了 我都捡不到 哦,原是这样呀 小鸟小鸟,你可别太着急 我僵尸来帮助你哦 嗯,太好了,僵尸,谢谢你 我呀,把你这些虫子呀,全都放到你的房间里面去 这样呀,你就不用担心了 好了好了,已经全部回到你的房间了 哎,居然僵尸,你居然在这欺负我的孩子 小竹木鸟,你告诉妈妈,它对你做了什么呀 妈妈呀,一定会帮助你的 哎,竹木鸟妈妈,你误会了 我没有欺负小竹木鸟 刚刚它打了一个喷嚏,我把食物帮它捡了起来 是啊是啊,妈妈,你误会了 刚刚僵尸,那是帮助了我 哦,语言是这样呀 僵尸僵尸,真是对不起 刚刚误会你了 这个糖果呀,就给你赔了一道歉吧 实在是对不起 而且还得感谢你呢 哎呀,感谢就不用了 有这棒棒糖就足够了 谢谢你们,我要拿这棒棒糖去吃咯 嘿嘿,没想到僵尸还挺喜欢吃的嘛 妈妈妈妈,我想吃大鸡头 吃啥吃呀 来,吃虫子 哎呀妈妈妈妈,我不想吃虫子了 我要吃大大的汉堡 我要吃汉堡 吃啥汉堡呀 来来来,吃虫子,吃虫子 哎呀妈妈,我想吃披萨,吃披萨 哎呀,要吃啥披萨 来来来,吃虫子,吃虫子 哎呀妈妈,我不吃虫子了 我已经吃好了,我不吃了 那行那行,想吃的时候再叫妈妈啊 哎呀妈妈,一天就知道给我吃虫子,吃虫子 哎呀,吃得我一点都不舒服 这还有这么多虫子,我得藏起来 不然妈妈还得给我吃 那我就藏在这儿吧 妈妈,肯定发现不了的 妈妈妈妈妈,我饿了 来来来,妈妈,我也吃虫子啊 哎,虫子拿不进来呢 虫子去哪儿了呢 妈妈,那可能是吃完了 我能不能吃点别的吧 嗯,好不好吧 既然虫子吃完了,那就吃点别的吧 嘿嘿,小竹木鸟呀 我知道你把虫子给藏起来了 哎,算了,看看你想吃啥 妈妈就给你买吧 哎,太好了,终于不用吃虫子了 终于吃到虫子以外的东西了 真是太好了 大孙子呀,大孙子 天都这么晚了 爷爷要去睡觉了 这个遥控板就给你吧 看一会儿就去睡觉,知道了吗 知道了,知道了,爷爷 你就放心吧 那好吧,爷爷就放心 先去睡觉了啊 哈哈,这个动画片可真搞笑 蝎子镜,你看,这电视可真好 我想要,没问题的蛇镜 呼噜,这个电视现在是我们的了 哎呀,吓我一大跳 蝎子镜呀,蛇镜 你们都抢到我家来了是吧 反正我不管,我家蛇镜喜欢这电视 现在是我们的了 而且,今晚就你和你爷爷在家 我们可不怕你 是吗 那你可就小看我了 咳咳,哥哥们,哥哥们 出来吧 滴滴滴滴滴,我来了 滴滴滴滴滴,我也来了 滴滴滴滴滴,还有我呢 咋,咋葫芦啊 还有在家呢 我的哥哥们呀 可是天天都在家呢 你们两个居然还到我家来偷电视 就让你尝尝我全头的厉害 哎呀呀呀呀,快快快跑 咱们打不过呀 电视就别要了,快走快走 还想抢我们电视呢 不可能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平时喜欢看什么动画片呢 可以给你小公信告诉我哟 哎呀,为了这么大的一起 终于把你们两个给封印起来了 快放开我,快放开我 想放开你们是不可能的 我来看看你家有啥好东西呀 大哥大哥 你看,我发现两根糖果 正好你拿回家给你家小僵尸吃呗 哎呀,僵尸啊僵尸 看你没追求的那样 棒棒糖,有啥好的呀 能不能拿点有用的呀 哎,老大老大 我这样还发现几张卡片呢 你看,这个好不好呀 卡片,我来看看啊 哎,这不是奥特曼卡片吗 你怎么把它给找出来了呀 啥,这就是奥特曼卡片呀 哎呀,大哥大哥,没事 奥特曼卡片又不是真正的奥特曼 你知道什么呀 要是小朋友们发送小红心 奥特曼卡片就会变成真正的奥特曼 真的吗,屏幕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可不可以发送小红心 不然真正的奥特曼就会出来了 呸呸 你们两个僵尸居然闯入小路皮疗家 来把他们给封印起来 就让你们俩尝尝我的厉害 哎呀,兄弟兄弟,快跑快跑 算你们俩跑得快 下次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佩奇小只,你俩没事吧 没事的奥特曼哥哥 幸好你们及时出现 也谢谢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发送小红心 这样奥特曼哥哥才能出来救我们哟 这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工程车 可好玩了,我可喜欢了 我看着它还可以去挖泥土玩呢 我要看着我的工程车去玩咯 小怪兽小怪兽 哇,你的工程车可真漂亮 你能把你的工程车给我玩一玩吗 不行不行,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你想玩呀,就让你爸爸给你买个吧 我的工程车谁都不接 小怪兽,你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 哼,我生气了,我不理你了 哼,不是好朋友就不是好朋友呗 我才不理你呢 哎,这个是我爸爸给我买的好吃零食 可好吃了 这个糖果特别甜,酸酸的 后面是甜甜的,回口特别香 乔治乔治,你有这么多零食呀 可不可以分我吃一点呀 不行不行,这是我爸爸给我买的 你想吃,就让你爸爸给你买呗 我不给你吃 哎呀,好朋友乔治,你就给我吃一点吧 反正有这么多,你也吃不完呀 哼,就是不给你吃 你都不给我玩你的工程车 我再不要给你吃零食呢 嗯,那乔治,要不然这样吧 我把我的工程车给你玩 你把你的零食分我一半怎么样 嗯,那好,这个还不错 那这个给你,哦,这个给你 对啦,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会不会和好朋友一起互换玩具呢 如果会,就发送小呼吸 如果不会,就发送素子666吧 不要公主,不要公主 你要是给我一个棒棒糖 我就给你实现一个冤枉好不好呀 什么呀,眼镜哥 他肯定是在骗我呢 怎么可能会实现冤枉呢 嗯,那个眼镜哥呀 我不想实现冤枉了 嗯,那好吧,那好吧 灰姑娘,灰姑娘 想要你给我一个棒棒糖 我就可以实现你一个冤枉哦 真的吗,眼镜哥 你在开玩笑吧 怎么会呢 灰姑娘,你要是不信的话 那你说说看吧 想要你说出一个 我给你变出来 你就给我一个棒棒糖吧 嗯,那好吧 我想要件裙子 能不能变出来呀 没问题的 魔法魔法变 哇,真的太神奇了 真的变出了裙子呀 眼镜哥,你好厉害呀 来来来,棒棒糖给你 太好了,有棒棒糖吃了哦 哎,眼镜哥 真的可以变出自己想要的东西呀 眼镜哥,刚刚对不起 我还以为在骗我呢 没事的,贝尔 你要是给我个棒棒糖 我也是喜欢你个冤枉好不好呀 嗯,好呀好呀 我,我给你个棒棒糖 我喜欢,我喜欢漂亮的裙子 没问题的公主 我就给你变一个漂亮的裙子 看,喜欢吗 哇,我好喜欢呀 嘿嘿,只要你们喜欢就好 你们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觉得贝尔和灰姑娘的裙子 你们更喜欢谁的呢 要是灰姑娘的话 就发送小红星 要是贝尔的裙子的话 就发送666告诉我吧 消防员叔叔,消防员叔叔 别睡了,别睡了 有人家里着火了 你快点开着你的消防车去灭火吧 什么,有人家里着火了 我马上就去 开着我的消防车去救火了 消防员,消防员 你开错了 这个是我的警车 你怎么能开呢 我还要开着警车去抓坏人呢 啊,原来这个不是我的车呀 对不起,对不起 警察先生 我这就把车还给你 那这个白色的车应该就是我的了 那我开着白色的车去救火 消防员,消防员 这个,这个也不是你的车 这个是我的救护车 我还要开着我的车去救病人呢 啊,原来是这样呀 对不起,对不起 我这就把车还给你 啊,前面的也不是我的车 那应该这个就是我的车了吧 我要开着我的车去灭火了 消防员,消防员 这个也不是你的车 这个是我的工程车 我还要开着工程车去工地上上班呢 啊,那我的车去哪里了呢 刚才那三个都不是我的车 没有车 我怎么去灭火呀 快看,我小怪兽也有小汽车了 哎,小怪兽那个不是我的消防车吗 小怪兽,小怪兽 你的那个是我的消防车 你快还给我吧 我还要赶着去灭火呢 消防员叔叔 走喽 想要的奖励就是看看你 哎呀,原来是这么简单的 看看我,你就高兴了 对啊,对啊,我就高兴了 呼噜啊哥哥,呼噜啊哥哥 快过来 蛇精、蝎子精都在这呢 快来教训他们两个吧 蛇精、蝎子精 看你们两个这下往哪跑 哎呀,我们上当了 快,快跑 想跑,看我的 沛奇、奥特曼哥哥、小汉苏西 对不起,我是为了帮助呼噜啊哥哥 消灭蝎子精和蛇精 所以才会这样做的 你们能不能原谅我呀 我们还能做好朋友吗 哦,原来是这样呀 小怪兽,我们当然能原谅你呢 因为你是帮呼噜啊哥哥做正义的事呀 对了,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空心 鼓励鼓励小怪兽做这么正义的事呀 爸爸妈妈出去上班了 弟弟还没有放学回来 又剩我一个人在家里 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才回来呀 哎,蝎子,你怎么一个人在家呀 走,和我去森林里一起玩吧 啊,我,我不去 我爸爸妈妈说 让我在家里乖乖待着 等他们回来 所以我哪里都不去 怪兽大哥怪兽大哥 快来呀快来呀 佩琪一个人在家 糟糕,女巫要把怪兽叫过来 这,这个怎么办呀 不行,我要赶快躲起来 可是,我应该躲到哪里呢 嗯,那我就躲在这里吧 来了来了 女巫,你叫我这么着急干什么呀 怪兽大哥,佩琪一个人在家 你不是一直都想把他带回你们怪兽王国吗 现在是最好的时机 不好,小朋友们 我可不能让怪兽和女巫发现我 你们能不能发送小红星 帮我隐身呀 拜托你们了 我就知道你会找屏幕前的小朋友们帮忙 还好我早就做了准备 我已经把小红星给他们藏起来了 这样他们肯定就不了你的 就乖乖跟我们走吧 不,小朋友们肯定会想出办法的 他们可聪明了 小朋友们快帮忙我吧 佩琪,还是乖乖跟我们走吧 去我们怪兽王国 还有好多小怪兽和你一起玩呢 嗯,嗯,小朋友们 女巫和怪兽离我越来越近了 快帮忙我吧 我可不想去怪兽王国 嗯,佩琪呢 佩琪怎么不见了呀 什么,不不可能 我的黑暗魔法怎么会失效呢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呀 有没有人呀,有没有人呀 快来封印我呀 我是僵尸,我是僵尸 哎呀,以前都是偷偷摸摸的走 今天这么大声了 都没有人 这是咋回事呀 谁来封印我呀 快点把我给封印起来吧 封印了我还能有吃的 天天在外面找吃的都找不到 真麻烦 还不如把我给封印起来 痛快呢 呛呛,我们来封印你 哎呀,奥特曼呀 你们终于来了 太好了,太好了 终于有人封印我了 哎,兄弟兄弟 这僵尸咋这么奇怪呢 为啥让我们封印他了 嗯,我也不知道呀 这有僵尸,今天咋回事呀 僵尸,你为啥让我们封印你呢 哎呀,你们把我封印了 我不就有吃了吗 谁告诉你封印你 就能有吃的啦 啊,你们封印我 他不给我吃的啦 那,那我就走了 走了,想走 没那么容易 今天好不容易看见一个僵尸 还能换你走了不成 魔法魔法变 把你封印起来 啊,你们这些好他妈欺负人 把我封印起来都不给我好吃的 我要好吃的 哎呀呀,别别吵了 兄弟,要不咱们给他点吃的吧 他一直在吵呢 那好吧,那好吧 来,这些水果呀 零食就给你 快吃吧 嘿嘿,我就说嘛 封印了就有好吃的 太好了 小怪兽,你敢不敢和我比一比呀 小僵尸,有什么不敢的呀 比就比呗 那好那好 小怪兽,你看 我这一本猜猜猜谁的脸的小图书 你知道猜中任何一页呀 我就输给你一根莱洛棒怎么样呀 哟,小僵尸 这么大方呢 是莱洛棒呀 没问题 要是你说的话 你要送给我一根莱洛棒哟 没问题 没问题 嘿嘿,小僵尸还不知道吧 这一本我早就看过了 里面的哪种动物 我都知道哟 那小怪兽 咱们开始吧 来来来 你猜猜 这张脸是谁呀 这个应该是狐狸的脸吧 嗯,你还真猜对了 那我再问你 这张是谁的脸呀 这个是企鹅的脸 啥 你又猜对了呀 那我再问你 这是谁的脸呀 这个呀,是青蛙的脸 啊,又猜对了呀 那我问你 这是谁的脸 你绝对拆不出来 哈哈,这个更简单了 这是小兔子吧 啊,还真是呀 你咋全都知道呢 嗯,你猜对了这么多 我没有那么多脸肉棒呀 早知道就不玩了 一点都不好玩 哎呀,小僵尸 别生气了 其实你这本 我早就看过了 所以你说哪个 我都知道 啊,原来是这样呀 哎呀,小僵尸 你别难过了 你的糖果呀 我不要了 其实跟你玩 还是挺开心的 嗯,那不行 我,我输了 那我就得给你脸肉棒 虽然我没有那么多脸肉棒 但是一根还是有的 来,给你吧 嗯,好吧好吧 那你给我 我就收下吧 你们亲爱的小朋友们 你们刚刚有没有看出来 这里面的动物是什么动物呢 佩奇,乔治,小兔瑞贝卡 还有小羊苏西 我把你们叫过来 是因为我有重要的事情 要向你们宣布 花仙子姐姐 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呀 我听说你们当中 混进了一个僵尸 啊,真的吗 花仙子姐姐 当然是真的啦 花仙子姐姐 我,我可不是怪兽 我是佩奇 花仙子姐姐 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兔瑞贝卡 花仙子姐姐 我,我也不是怪兽 我是小羊苏西 还有我,还有我 我,我更不是了 我是乔治 早就知道 问是问不出结果的 过还好我早有准备 这些呀 是小朋友们 最爱吃的半半糖 不过 我已经在这上面 试了魔法 只要僵尸吃了 就会现出原型 嗯,你们都说 你们不是僵尸 那肯定僵尸 不在你们当中 那我给你们 每人发一个半半糖吧 这个给佩奇 这个给小兔瑞贝卡 这个给小羊苏西 还有这个给乔治 谢谢你花仙子姐姐 嗯,那我们现在 可以吃吗 可以可以 那我先吃吧 嗯,那我也要吃 这个美味的 喵喵喵喵喵 佩奇和小兔瑞贝卡 这么快就吃完了 那我也要吃 喵喵喵喵喵喵 嗯,真好吃 好吃呀 我也要吃 我好久没吃过半半糖了 喵喵喵喵喵喵 啊,我怎么先出原型了 原来你是僵尸 看我的魔法魔法 定 哈哈,现在把你封印了 看你以后 还能不能做坏事了 我要去找 小奥特曼哥哥玩了 诶,这地方 怎么这么多叔叔阿姨啊 小怪兽小怪兽 你能帮帮我们吗 我们找不到家了 是啊是啊 这马上就要下雨了 我们找不到家 会被雨淋感冒的 你能帮帮我们吗 哎呀,我没有时间帮助你们 我还要去奥特曼哥哥家呢 走喽 今天是个好日子 哪吒哪吒 你别走 你能帮帮我们送回家吗 啊,叔叔阿姨 你们是不是没路了 嗯,那我现在就帮你们送回家吧 先看看护士阿姨的家 在这,先把护士阿姨送回家 然后再把警察叔叔送回家 还有工人也送回家 还有法官阿姨也送回家 还有画家叔叔送回家 还有医生也送回家 还有沙房员 还有农夫 还有军人 还有老师的家 还有厨师的家 好了,都帮你们找到家了 谢谢你哪吒帮我们找到的家 不客气 叔叔阿姨 天快下雨了 我也要回家了 手机前的小朋友们 你们能不能发送数字888 帮我们谢谢哪吒 找到我们的家呀 拜托你们啦